好 接下来这个新闻如果先看画面的话 你应该以为可能是在放假或者是在休假当中 但都不是 这是一个上课的课堂的实景 地点是新竹的一个私立大学 这还是一堂必修的解剖课 那么当时呢只见同学们没有带课本 没有做笔记 就几个人三三两两围在一块打牌 玩魔术方块 这个影片是被其中的一位同学拍下来 他还抛上网 他说他实在看不下去了 在课本下面拿去有一个话题 拿着麦克风配合投影片 老师在台上认真讲课 而台下的学生也很认真 不过是认真打混 桌上没放半本课本 笔记本 只见女同学拿着自备的扑克牌 熟练的洗牌 玩牌 根本不担心老师发现 玩开了 面同坐在隔壁位置的女学生 还带了魔术方块来挑战 玩得认真 完全不理会老师在上些什么 魔术方块 手机APP 看漫画 连打扑克牌 全选在上课时间进行 校方澄清 老师认真上课 学生有任何状况一定掌握 只是仔细看 老师的位置 距离这群不认真上课的学生 好远好远 恐怕不是没注意到 而是被学生搭齐的书包墙给挡住了 老师可能就是没有注意到这样 居然没有混了这样 考试都在互相卡了一下这样 毕修解剖课 大一学生为了学分出席 但心却根本不在课堂上 打扑克牌 玩魔术方块 如此行径 不仅影响到其他同学的受教权 恐怕影片让学生家长看了 也会失望 中心新闻六日王一超 台中新竹采访报道